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我們知道去年台灣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 叫做數位發展部 那至今大概就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其實相當多的朋友都很好奇說數位發展部 它最主要成立的目的跟意義 以及它未來它到底是要做什麼東西 那大家都很好奇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數位發展部 實在說在我國 它是一個非常先進 非常好的非常快的一個部門 那我最近這幾天自己在查了一些資訊 一些資料 我認為數位發展部 它攸關著我國未來的一個國家的一個競爭力 它是站著一個非常舉足輕重的一個位置 所以今天我們特地邀請到唐鳳部長 前置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親口為大家說一下說 他們每天都在忙些什麼 部長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 不見有沒有三年了 有吧 真的是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知道前段時間 其實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開始在邀約了 那因為部長他真的非常的忙 前陣子又出國去 英國去哪裡 很多的國家 他非常忙 本來我只是希望就是說 不然派一個什麼小兵小裸裸 派一個誰 派一個機器人 來這邊就好 但是部長他真的很希望說 親自來跟我們所有全體的國人報告一下 那部長 數位發展部 你能不能簡單的跟大家講就是說 成立的目的跟它的意義到底是為何 當然 我們在去年八月剛成立 其實我們成立前的大概兩三個禮拜 就碰到就是當時 Nancy Pelosi議長訪台 那我們遭到大概有150個不同的資安的事件通報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包含火車站外面的看板 Seven裡面的看板等等 都被這種複合式的境外攻擊 所以我們第一個工作就是所謂的Rancing Rancing就是要很堅韌 要被攻擊 不是說完全不受影響 但是要從這個攻擊裡面學習 然後在下一次再受到相同程度的攻擊的時候 就不會受到那麼大的影響 好比像說今年三月底 我們蔡英文總統訪美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也遭到相當程度的攻擊 可是大家就比較沒有感覺對不對 既沒有什麼被篡改 網站也沒有被干擾影響 大概只有三四十個 就是比較小規模的資安通報 所以這種整合式的聯防 這個叫做應變任性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的工作 那除了應變任性之外 當然我們也去做一些社會發展的工作 好比像說 如果是各級的地方政府或各個部會 都會有一些要發一些 不管紓困、補助、獎勵等等 這樣子的做法 那所以像我們也有幫忙 像六千不知道領了沒有 連花完了報告部長 請用什麼方式領的 我好像直接是我們全家都去登記 在線上領的 那這非常好 就是說在線上領的好處 就是說大家節省大家出門等等的時間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比較相信 就是摸得到了那個ATF 現金 那就是用現金 那或者是說到郵局零貴辦理也可以 如果沒有提款卡沒有帳戶的話 那像這樣子就是充分照顧到社會上 每一個人的需求 不是要大家來配合科技 而是我們科技去配合大家的需求 讓這些包含發現金等等的工作 其他的各個部會都可以來利用 我們這個建立的共同的系統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社會發展的工作 那最後就是大家關心的啦 產業發展的工作 包含我們的資安產業啊 支付產業遊戲業啊 甚至最近比較紅的這個第三方支付的產業 到底要怎麼樣子確保說 他不會受到詐騙集團的利用等等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的工作 那聽起來的話喔 他涵蓋的範圍非常的廣欸 對啊 包三包涵 而且我剛剛聽不到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每一個領域 都需要非常頂尖真正專業的人才 對就是碰觸到網際網路的每一層啦 從最底層的這個連線到包含衛星 然後呢從最頂層的這個這個應用層 中間的每一層大概就是我們 現在大概有接近六百位左右的朋友 同仁跟我們一起工作 像我們公司啊 本身也是從事電商嘛 網路的這個行銷 所以呢其實我們這些年啊 也都是每天都會有一些什麼攻擊啊 從境外的啊 或者說國內的一些跳板啊 等等在攻擊 所以我們公司呢 在這方面呢也是不遺餘力喔 在抵抗這個 講句實在話 每一年花的費用啊 都大概都是幾百萬 一定都跑不掉 因為我們營業額各方面也算是不小嘛 所以都必須要播出這一些 但是喔部長 那我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說 像例如說國家的這種攻擊 例如說這個 我們可以很簡單講嘛 幾乎就是中國嘛對不對 他可能對我們台灣發動了很多的 例如說滲透啊 想要撈一些什麼資料啊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喔 能不能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要 有沒有什麼一個理想的一個目標值啊 就像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如果比較 去年八月 我們成立前的那一波攻勢 跟今年三月的這一波攻勢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在之前攻擊的時候 我們是有點分別的防禦狀態 那所以呢我們花了一小段時間 才把這個聯防的這個體系 在上一波攻勢的時候 因為其實這裡面包含很多種 包含我們比較像是技術上面的 想要這個駭金這個網站 或者是說干擾這個網站的運作 運行讓它比較連不上 好像一直打一支電話 讓它這個沒有辦法連上線這樣子 那又或者是說一些境外訊息的公式等等 那這個在之前都沒有完全整合起來 所以在社會部成立之後呢 這些就是聯防的概念 任何一邊遭受到這樣子的攻擊 那不管它是民間遭受攻擊 政府遭受攻擊等等 我們這個互相之間 情資的這種通報 然後即時的去通報說 現在這種攻擊型態出現了 怎麼樣的方式防禦是有用的 那就大家就一起聯防部署這樣子的防禦 那就是要加快這樣子一個反應的速度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貢獻 那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除了 我想在台灣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分為公部門 跟就是說私人的一些企業 那我們曉得 其實最近這幾年 其實不光台灣 全世界 你看中國自己本身也是 例如說泰國 日本 韓國 也是有非常多的這種網路的 這種詐騙的這種形態的出現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 我覺得真的感覺上 不管任何一個國家 感覺那個變本加厲 而且那個嚴重性非常的高 因為它成本降低了 同樣的單位成本 它可以碰觸到比較多的人 他們比方說 有網及網路以前 如果你要就是 一次接觸到很多人 可能發傳單 有其他的方式 對 但是那樣子的話 就是你單位成本 跟單位事件裡面 只能接觸到很有限的人 但是呢 現在呢 因為在網路上面 你如果砸錢 登個廣告 或者是弄個 一夜市詐騙網站 那只要接觸到 好比像說上百萬人 那裡面 就算只有萬分之一的人 會被騙 那還是有上百人 會被騙 所以因為它的單位成本 降低了 所以就會讓這些 詐騙的這些犯罪者 他一次接觸到 更多的人的這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 就是我們現在要對付的 就是要墊高它的成本 讓它沒有辦法 那麼容易的一次 接觸到那麼多的人 或者是接觸到所有的人 但是每個人一看就知道 這個就是詐騙 也不會被騙 所以就是降低 它成功的機率 跟墊高它接觸的成本 這這樣是我們目前的工作 是 因為現在一般民眾 老實說 我也不算很專業 但好歹我還算是 業界內的人 對啊 所以像我自己 我自己的不管手機也好 家裡公司電腦 一定都會有安裝一個 防護的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 它很有趣 這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一個仿讀軟體 就是說呢 當然它的原理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今天我在瀏覽 某一個廣告 它就會跳出一個警告 然後直接幫我斬斷 連線就直接幫我停掉 對 它有說是一個可疑的網站 對 然後我這個用了大概一年多之後呢 其實我在私底下 還蠻推薦網友的使用 為什麼 因為它 我發現即使是我這樣子 我每一個禮拜 大概都會跳出一兩則提醒我 所以我就覺得 哇這個也是 這可以公開推薦 不需要什麼推薦 這很恐怖 對對對 那 那個 對於一般的個人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要提高這個 這個警惕性之外 我想 對 因為我本身就是電商 那我徹底的了解 電商在這些年 跟這個駭客 這個 在奮戰 這個東西 的一些痛苦 的一些什麼 像以前我們很小的時候 我這邊也很坦誠的講 就是說 雖然說我們那時候有概念 但是我們公司在規模 十幾個人的時候 就曾經受過一次駭客 供貨我們的主機 那時候當然不像現在的規模 因為我們現在營業額也高 所以我們能夠播出的預算 相對就多 那時候我記得我大概一年 大概花三十萬 你知道我那時候公司才十幾個 一年三十幾萬 已經是真的覺得很龐大的一個支出 可是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營業過了幾年之後 第一次被公布 其實我還是很心灰意人 因為我自己認為我們這樣的小公司 然後有做這樣的一個防護 居然那資料還是被它公貨 去外流 然後更恐怖的是 我們不曉得是哪一端出問題 不曉得哪一端 所以只能就是 請一些朋友給意見 但部長你也知道 大多數人其實也不是專家 對 所以呢 那個我今天要來訪問您之前 我很多的就是 例如說業界的朋友 他們也有一些疑問 他覺得就是說 像例如說我們的電商 上頭應該就是數位發展部有管轄的這個 綜合式的電商是我們產業署 對 所以是你們在管轄這個部分嗎 然後呢 我們之前大家也很擔心就是說 好像聽起來很多的法則 例如說你網站如果被害 比如說那個個資法修法 對 然後什麼 有外流的話 大家有看到包含蝦皮啊 成品啊 你都講出來了 是 既然你要講那還有和泰 是 對不對 那其實之後 但是沒關係 我相信啦 大多數啦 大多數的那個企業啊 這些這些經營商啊 應該其實大家也都有這樣子的意思 都知道就是說 我們要防止害客 只是說 那個我們現在的擔心就是 如果萬一我們也真的盡力了 結果真的就不曉得從哪一端 對 磨高一次 那我們還會被重罰啊 就比較不會 因為事實上 我們是還是以輔導為主 那當然有些督導 但是我們不會是 因為我們不是監理機關 不會說好像電商變特許行業 你發生什麼事 我們吊銷拍照 有沒有這件事情啦 那但是呢 這個督導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個定定這個安全維護的辦法 那在這個安全維護的辦法裡面 就會去想說 在你的 像你剛剛講的 經營的這個營業額裡面 或者是你保有的各自的數量裡面 你做到這樣子 其實就已經善盡你的這個義務 那當然如果現在是國家級的駭客的話 因為它有一些就是重兵器嘛 它可以用非常多的資源 如果是針對你的話 那當然也不一定完全擋得住 但至少它可以把那個 傷害減到比較低之外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及時發現 那之前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留這些紀錄檔 那或者是你防禦所謂沒有縱生啊 就是說 那這個大門就是開著 所以到底是誰破門 你也不知道 因為門本來就是開在那裡 那這樣子的話 不管你去報案 還是去通報我們TW4CC 那其實我們能夠幫的就比較有限 因為沒有留任何紀錄嘛 那但是如果你有稍微注意 我們的安全維護辦法的話 其實就是在幫你建立起 好比像說有足夠的備份 這樣就算中了勒索病毒什麼 你就不一定要付書金啊 你就從備份回覆就好了 好比像說一定要有兩階段的這個驗證 就是不是只是打密碼 而是必須要至少透過解訊 或是透過手機上面驗指紋的程式等等 那這樣即使你一部分的資料外流了 像你的密碼 那個外流的這個駭客 也沒有辦法用這個來攻破你的系統之外 他一攻擊就會暴露他的行跡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及時發現 及時處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就是做到最基本的 多備份啊這些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做到多備份 情更新等等基本的事情 如果還受到這樣子的攻擊的話 那至少我們就看 你就不會說違反安全維護辦法 其實常常是你沒有在實作安全維護辦法 或是沒有辦法舉證說你有實作 那才受到我們的罰款 那所以我想就是大家只要多注意 應該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如果你採用這個台灣雲事機上面的解決方案 成業署還付一半的錢給你 你出三萬 我出三萬 對所以等於大悟者 那真的相當的不錯 因為像前段時間 前兩年 我們也有發生了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公司在所有 就是反正你只要付費就會請得到專家 錢你只要趕砸 你的安全係數相對就會提高 所以我們也找了真的不瞞部長說 我們也找了兩家的資安的公司 當我們的顧問 但我們也配了相當多的錢 那聽從反正基本上 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意見 對 包含例如說我們 我們自己公司那一部 某方面的一些機器主機 我們就都會要聯網 對我們就內部的一個網路 沒錯 然後如果說你要查詢資料 你都必須要到這邊 那每個人都要LOCK IN 那等等各方面的 然後還有就是 例如說我們的資料庫的那一端 那我們就是一個獨立的主機 那他就一條專線 然後再直接拉著對應這個東西 我們想盡了很多的辦法 結果前兩年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一個合作廠商 結果他就不曉得任何的原因 造成就是部分的資料 有一小部分資料有外流 所以是物流還是金流還是資訊流 是我們的物流的廠商 對這個部分 所以那時候當然老實說 真的也不關我們的事 可是我覺得說大家有在合作 我覺得我們還是有一個義務 所以我就找了我們的MIS 我們就開了一個會 那我們就決定呢 就是把我們自己所知道的 一些方法跟方式 那我們再去研究就是說 例如他們有的公司真的很小 營業也不高 你說叫他一年花30萬 搞不好一年的利潤 就搞不好就是幾十萬而已 所以我們就想出了一些 就是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 然後我們也就是跟我們 所配合的這幾十家的廠商 我們就免費的輔導他們 告訴他們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做哪一些的方面 那這是還蠻有效的 就去弄 那過了一年之後 我又想到了 我說我們再去集合 去年我跟你講 那你今年到底有沒有做 如果你今年沒有做 那我們就不要合作了 不然你那個資料 萬一有一些部分洩漏出去 我覺得 雖然說很多社會上不會覺得說 486團夠 這個很實質 但是我想還是有那個道義上的責任 而且我想就是像物流 其實物流要蒐集一個資 不外乎就是說 或者是說他要聯絡那個收貨人 或者是說他要這個就是 如果退貨啊什麼的時候 他要能夠去聯繫 但是當然不是解除分期付款 那個大概就是差遍 對 那但是我們現在也有在推一個 叫做銀碼基數 銀就是隱藏的銀 對銀碼基數就是說 其實你就不需要透露任何的 你的客戶的個資 資訊留到你這邊 但是物流這邊 就不需要再收到完整的手機 它是可以好像說一些 國內也大的電信商 現在都是很容易就是跟你們合作 然後你只要提供這些 就是手機號碼 給那樣子的電信商的解決方案 它會產生出很多亂數亂碼 這個銀碼代碼去給你的物流商 所以這個物流商 他打電話還是聯絡得到 但中間有一個轉接的過程 那而且呢這個貨送到之後 這個代碼就消失了 所以就算未來這個物流商 被駭進去 然後這個駭客看到的也是一大堆 已經過期的這種代碼 那這樣子就不會說 好像手機號碼等等 全部都外洩的情況 所以這個也許也可以 讓你的物流商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你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盡量使用這種銀碼基數的話 那當然您剛剛講到 就是把它防禦加強 這實在很重要 但是降低被打穿之後的風險 這個也一樣重要 是的 那銀碼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在一個月前 我們就也開始有在著手進行的研究 當然這是一個題外話 我大概是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網站的主機商 因為我們不可能自己加網站 那個完全超乎我們這個電商的支持 當然都是放在雲端 對 那他們就有給我們一個建議 就是說 大家要不要買一套技術 其實它那個技術 它那個程式 就有點類似我們現在的銀碼 然後費用我還記得不便宜 打完折扣之後一百多萬 對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買這個東西 這樣子的話 他就說 即使你們的那個主機被供貨 那個還可以撈到這些資料呢 他只看得到09XX XXX多少 我說 這個東西好像還不錯 牙齒一咬 就是一百多萬聽起來很多 真的買下去 就買下去了 那用十年 那一年不就 就後來用了幾年之後 後來發現他那個東西 可能 可能是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他的那個安全系數 後來在我們的一些顧問 也是建議就是說 可能沒有防護性 以前沒那麼高了 了解了 OK 我想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提供這些技術的 很多是就是我們國內的 這個大衣的電信業者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他們做電信業 其實本來就需要非常高的子安防護 那這樣子這當然是一方面比較保障 那二方面是說很多 他們現在也很願意去跟電商的工協會來談 類似團購的概念 就是說這邊一買了之後 那因為大家總額就是用的 不管是轉接的次數啊 通話的時數啊等等 這個團購總是比較多嘛 就可以談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價格 那目前我們產業署 就是正在跟這些主要提供銀碼技術的電信商 來溢價 那確保說他們是 因為這個也是公共利益嘛 也是CSR的一部分嘛 他們願意透過比較優惠的價格 那這個應該很快就會退出 OK 那部長我以前在這邊請教您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畢竟像我們公司 因為有十幾年了嘛 那我們就是算是比較 雖然說公司不是很大人不是很多 但最起碼就是有一定的制度 而且因為盡力的事情夠多 所以我們能夠提出 就是我們自己可以去抵抗的一些方案 但我相信 因為網路購物呢 像現在的話 它也是已經是進行式了 有許多比較中小 比我們在 我們已經算小了 比我們更小的細胞 那他們可能也想說要有這方面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數位發展部呢 是不是現在或者說未來 也能夠提供他們 例如說一些這方面的輔導 有的有的 其實除了透過公協會之外 那我們也特別關注的就是 有些甚至他連公司登記都還沒有做 他就是一個小雙號 個人工作室 那或者是地方的一些協會啊 合作社啊等等 其實他也有經營一些類似於電商 這樣子的工作 但是在以前 因為他沒有完成公司登記 那所以就比較難拿到這樣子 輔導的資源嘛 那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台灣雲世集 那就是你出三萬 我們出三萬 其實裡面也有專家輔導的這個服務 而且我們現在是已經放寬了 所以包含像合作組織啊 或者地方的一些 剛剛講到沒有公司登記的組織等等 他因為沒有工商憑證嘛 但他也可以透過好比像說 我們有發一個叫團體憑證 或者是負責人的電話號碼 等等的方式 認證說他確實也是一個負責人 雖然不是公司 那這樣子也可以來取得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是蠻鼓勵大家 多到台灣雲世集看一下 有這方面的一些服務 好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這張的這個圖片 那我們知道這個是 今年六月十六號 您率團去英國去訪問 其實這東西也是我自己個人 非常非常關注的 我們知道全世界 除了現在已經在打仗的烏克蘭 跟俄國之外 真正面臨戰爭威脅最大的一個地區 應該就是台灣 對不對 我們面對到中國的這個文攻武嚇 各方面的一個攻擊 非常的久 那其中有一項 當然戰爭 現在已經不是像以前傳統戰爭 炮彈飛彈 有很多所謂灰色地帶 是啊 就它沒有到傳統上需要宣戰的程度 但是就不小心對不對 海蘭就斷掉了 是啊 海蘭就斷掉了 斷了好幾次 所以那個我覺得 現在的話 我覺得一個國家 一個競爭力 比如說水啊 電啊 通訊啊 這都是非常非常基礎的 那在通訊這方面 我之前也很關注這個議題 本來我聽說好像馬斯克的 他的心電計劃呢 說不定台灣也可以來使用 但是前段時間呢 好像馬斯克本人他也有講 我不曉得是不是真的啦 因為我是網路上看到的訊息 他就是說 他可能不會提供台灣來使用 這方面的一個技術跟一個設備 所以我在猜 那個應該是還蠻真實可靠 不然你沒事你跑去那個 英國做什麼對不對 去跟他們談 你能不能告訴大家 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以及它的一個概念是怎樣 好 當然我們是同時跟很多個 衛星的提供商合作 我們像目前本來就已經有 跟盧森堡的SES 那個是所謂中軌衛星 那我這一次呢 去英國談的OneWeb 那個是屬於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它的好處 就是它的延遲比較低 就是說像我們視訊 我講話到你點頭 中間的這個延遲 如果太高的話 那就很難視訊了 但是延遲一低就會 可以好像共同在場的這種感覺 那OneWeb呢 它比較很有趣 它是英國政府持有所謂的特別股 意思就是說 它的董事會的各種決議 英國其實是可以有 最終的這個否決權 可以去控制它 那而且現在呢 就是我這次去英國 我也跟所有相關的這些官員 有會面 那他們是都告訴我說這個聯防台灣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供應鏈就是的可信度也非常重要 就對他們來講 這些衛星包含接收設備啊很多 就是台灣的廠商在做的 那這個是他們覺得可以信任的 那特別是這個電信服務 核心的這些服務 如果是比較難信任的這個廠商提供的話 那就會大幅墊高成本 因為你等於每次更新都要重新再去驗證說 他們有在塞個木馬進來什麼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給我們兩個訊息 一個是說OneWeb這家衛星商 那我們如果要使用來做驗證測試等等的話 它到年底就可以覆蓋全台灣 但是目前好像馬祖已經收得到訊號了 對就比較北邊的地方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驗證測試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整個供應鏈 我們如果有疑慮的話 其實他們的政府有最終的控制權 因為之前我查到這個資料可能有點久了 就是說他這家公司呢 好像也有中資的部分在裡頭 好像百值五左右 部長跟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不是OneWeb 而是跟他正在合併的一家公司 那確實合併之後 會有可能百分之四點幾 這樣子的股份 但第一個是說 這樣子的股份 並不是進入董事會的門票 因為那個佔比真的是不高 那第二個是說 就像我剛剛講到 英國政府有最後的這個否決權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不至於 產生這個國安上面的疑慮 當然對我們來講 如果你要直接在台灣 經營電信事業 通常都是找一家台灣的公司 來合作 那這家台灣的公司 來包含就是進行客戶的服務啊 或者是實際的機器的部件啊等等 那衛星商是有點像供應商 這樣子在提供 那在這家公司 那就不可以有外資的 超過一定的比例了等等 那當然也就是不可以有這個 就是北京方面的 好像直接這個主權基金投資 這個當然不可以 所以在電信事業直接經營上 我們是採取一個比較高的標準 但是電信事業使用的 像OneWeb這樣子的一些服務的提供商 這個的標準 當然還是要去注意說 它不能被北京當局實際控制 那但是就不是說 好像連一趴的股份都不可以 這樣子 因為這個東西 我覺得在推動這個事件 這個事情 我想可能就是說 大多數我們剛談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覺得說 這個是屬於國防安全的 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電信的這個東西 它會不會就是說 對於一些民間 一些企業 或是一般的人民 它會有什麼樣 還不錯的一些效益呢 其實就像我說的 就是很多時候是在 所謂的灰色地帶 像馬祖之前就是 包含主要的 備員的兩條海籃都斷掉 那斷掉的這個 不管漁船還是貨船 他們當然就是 PRC方面都是說 是不小心的 但是就是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是兩次不小心 就造成斷網的情況 那你說這個是直接切換到 國防的狀態嗎 好像也不是 那但是實際上就是造成 當地的就是大家生活上 非常的不方便 那當然我們也立刻就是 跟NCC合作 包含部件的微波 所以呢 像我從英國回來之後 馬上就去馬祖 去驗證說 如果下次 海籃又不小心被斷掉 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像上次那樣子 可能大家突然之間就覺得 這個電商啊 或者是訂房啊 什麼都就是受到干擾 都發不出去的情況 那但因為我們現在 微波已經拖寬了 我們有實際驗證說 就算未來兩條海籃一起斷掉 那其實微波 大家還是不太會有感覺 視訊就繼續視訊下去這樣子 那但是當然 微波所在的那個地方 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地方 微波站這個是沒有辦法隱形的啊 那所以如果又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不小心 對不小心電力中斷 不小心怎麼樣的話 那我們就還有 備員中的備員 就是衛星 那衛星的話 當然它的頻寬就比較有限 可能沒有辦法就是 指引全部的 像剛剛講的 訂房啊 電商等等的需求 但是我們所要求的 最基本的 像就是縣政府啊 或者是中央政府啊 等等這樣互相 在公務上面的 溝通的需求 或者在地的這些 新聞報導 包含國際的這些新聞記者 很多現在在台灣嘛 他們要把實際發生的情形 傳送到國外其他的地方 而不是說好像說 我們對外的連線受阻 所以就外面的人隨便講 我們發生什麼事 好像國際上的人就相信 對不對 所以就是要確保說 我們在訊息對外 那以及我們自己內部的 這個公務的聯繫上面 還保有最小的頻寬 那這個就是像OneWeb這樣子 或SES 或未來很多別的公司 我想我們只要是 不管是同步衛星 中軌衛星 低軌衛星 我們就是來驗證測試 那最好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選項可以用 這樣子 攻擊者就沒有辦法一次 把這種屬於不同的國家的 不同的衛星 一次的讓它 沒有辦法提供服務 部長剛剛聊到現在 我後來有個想法 我們我國有沒有可能 我們自己來發展 這個通訊的衛星 對這個其實太空中心 是有在研究 那如果你有看 就是最近霍建阿伯 接受一些訪問的話 其實也有一些相關的規劃 那但是當然在就是 今年跟明年 我們自己的 這樣子的通訊衛星 這些模組 還沒有完全Ready 那所以我們就是把 已經Ready的 而且我們覺得 比較能夠信任的 先去做到驗證測試 那未來如果我們 我們也有自己的 這個衛星的信息 Constellation的話 那當然有多加一個 更值得信任的選項 嗯 部長我想 對於一般的網友 大家最 還是最關注 最關注的 還是這個網路詐騙 這個問題 那網路詐騙 我們知道就是說 像我這邊手上的資料 就是從20230 2月底 從2022到2023 詐騙的這個次數 就是有去報案的 大概有7900件之多 那您覺得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到2月的一個數據 對 那現在的話已經7月多了 您覺得說 在最近這些年 以您手上所拿到的資料 對 這個詐騙呢 它是有成功的壓制下去呢 還是說 還在努力當中 對 像我們之前有觀察到 我們每次推出一個重大的政策 在推出那個重大政策上嫌的同一天 就會有非常多的詐騙出現 從疫情的時候 我們不是推出這個口罩實名制嗎 對 那本來是要排隊嘛 那後來我們就推出 也是電商嘛 可以訂購 然後去便利商店取貨 那就在那個上線的同時 那就很多人接到簡訊 然後或者是詐騙電話 然後就說 您剛剛訂購啊 這個金流出現問題啊 就要解除分歧 沒有 口罩不可能分歧 對 那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呢 你說是不是什麼外流 不是什麼外流 而是因為那些詐騙的人 就知道說 那時候全國都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亂槍打鳥 也會騙到一些人 所以呢 在當時呢 我們也有跟國內的一些新創 和比上說 就是GoGo Look 也有討論 那他們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 就是說 如果這個簡訊 它發過來 是一個就是 石碼 這個靈酒 什麼什麼的 那其實他也不知道說 到底是真的這個機關署發的 是藥廚發的 那還是是詐騙的人發的嘛 對 那但是呢 當時當然就是指揮中心 也有在下午兩點幾乘會 有告訴大家說 我們只會用這幾個號碼 跟那個號碼很長 也沒有人記得住 沒錯啊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說好 那不如這些簡訊 我們就用大家已經認識的號碼來發 不管是1919 1988 1922 那這個都是四碼的簡碼 所以你就知道說 收到四碼的 這個就是國家發的簡訊 那你如果是十碼的 那個就是詐騙 那這樣子任何人 就算是小學生啊 長輩啊 一看就知道 那這樣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雖然發簡訊這件事情 這個詐騙的人 還是可以發簡訊 但是我們讓看到的人 一下就判斷它是那個 詐騙的認知成本 然後這樣 讓大家更容易來判斷 那所以現在就是 除了已經有四碼的之外 還有很多的中央部會 還沒有自己的解碼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設計說 今年年底前 我們會幫大家申請一組 共用的解碼 而且可能更短才三碼 那就好像這個165啊 這個110啊 這個119啊 大家都 486啊 對對486 謝謝 這個是一個業配的狀態 可能會一開頭啦 可能不會是486 那大家只要看到這個三碼的解碼 就知道說這個是政府發的簡訊 那我覺得因為數位部 我們不只是剛剛講到的頻譜啊 或者是網路的部件啊 其實這個號碼的分配 也是我們的業務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就是要確保說 大家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是可信任的號碼 這樣 前段時間啊 那個我有看到一則新聞啊 好像就是說我們政府呢 有邀請了像Google也好啊 Facebook也好啊 來討論就是說這個詐騙的廣告 要如何去處理 就是那個廣告檔案庫嘛 對 你現在如果去Facebook 它有一個廣告檔案庫 任何人都可以打一個關鍵字 就知道說目前有哪些廣告 正在刊登 那也可以從那個界面 一次就檢舉 所有的像冒充名人的那個 投資廣告啊等等 那當然 立法院現在已經三讀通過 未來如果這些投資的 它就是這個平台 必須要先去審查說 它是今晚會有註冊的 真的是能夠做這種投資理財廣告的 不然的話呢 它不能讓它上架 它如果讓它上架 又造成詐騙的損失的話 那平台就要付連帶的責任 這個很好 這個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對 那但是當然就是 就是這個平台在切換到 剛剛講到就是 事前的這個登記值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 像您剛剛講到的 可以快速檢舉 快速下架的這樣子一個機制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 從就是在國會 很多議員 很多立委提到 這樣子的問題 到現在 其實那個從通報 到那個下架的速度 已經變得非常快 通常大概都是 24小時左右 就可以處理完 對 因為這個眾所皆知 之前那個臉書 你知道吧 一天到晚就停我的帳號 對 我只是批判一下中國 例如說人權什麼 馬上就說我違反人權 什麼什麼 就給我停用30天 什麼 所以我也沒在怕 我也是設了很多小號 我有五足的帳號 在跟他那個 然後呢 對於一些詐騙的 那一夜市的詐騙 拼命檢舉 過了好幾天 他都還在 甚至之前很多的詐騙的 也都鎖定我們486團購 我舉個例 那個也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如何對抗這些詐騙的 我這個方式非常簡單 就觸包 就例如我們賣得很好 叫做486翻譯筆 那一支好幾千塊 真的確實非常好用 那就有很多的這個一夜市 就鎖定我們這個商品 他就說一支特會價299 2,990 2,990元 然後他就把我們那個 在網路上面的一些廣告文宣 他就拿去套用了 是嗎 所以很多網友呢 他看到了之後呢 他就以為是我們 這真的是我們的那個廣告 然後想說 哇以前一支七八千塊錢 現在2,990 這真的很便宜 買個兩支 大女兒一支 那個小弟弟一支 他們買兩支 那當然就有很多網友一看 馬上覺得苗頭不對 就告訴我們 但我們以前最早最早的方法 我們就趕快跑去警察局 去報案啊 流程 然後怎麼 現在可以線上了 有個方片專區 165 真的喔 那這真的快很多 但是之前這個流程喔 這個太麻煩了喔 所以後來我就想到了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我就請我們所有的同事 因為我們同事現在有五十幾個人嘛 那我們就分每天呢 就要三班 早上呢 然後就五十幾個人就去訂購 然後每個人就想出一個 就是真實的一個地址啊 然後名字看起來就很像 還有手機號碼 因為他是貨到付款嘛 那你現在看 早上呢 就五十幾個人去訂 那下午呢 然後陸地區又五十幾個人去訂 晚上 那一天就只有150人次 對 然後他就會造成他怎麼樣呢 造成他不知道哪一個呢 是真的訂單 哪一個是假的訂單 你知道嗎 我就反詐騙他 去混淆他 是然後他就出貨 那他出貨要給錢嘛 物料要給錢 就出貨到那邊都沒有這個人 也沒有這個人 那又退貨 退貨他又要再付一次運費 所以慢慢慢慢 他不管用我們的什麼 任何的一些東西 只要網友跟我們講 我馬上就利用這個方式去反制他 所以久了之後呢 現在網路上 就最近這些日子 就沒有人敢再來用我們的這個 那叫做主動防禦 對 主動輸擊 跟你輸贏 對啊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講到的 就是大部分的詐騙 或者是網路這些犯罪者 他其實就是世子挑染的 他就是去找那個防護低的 那以及就是不會偵測到他的 所以你只要讓他發現說 你不但會偵測到他 而且會採取反制的行動 那他同樣的單位成本 他就移到比較容易詐騙的 別的國家或者別的目標 例如我們剛剛說的成品嗎 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後來成品我們並沒有發很多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因為他們有告訴我們說 他們也願意再更新他們的這個防護 那確保說真的有符合我們電商相關的一些安全維護的辦法等等 那所以我想就算新的各自修法 說這個如果是嚴重的話 或者一直沒有去遵循安危辦法的話 最多連續處罰1500萬 那個最高額看起來非常高 但是因為就像剛剛講 我們畢竟是以輔導為主 所以只要你就是願意去 像剛剛講到了跟電商相關的工協會 引進像銀馬技術等等 我們是讓你採取這些安全措施的成本能夠減低 那如果減低到大家都負擔得起 那你還不採用 那才有罰款 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剛剛也是開玩笑的性質 例如說像成品和泰集團 我想可能以前他們有在做 只是說受限於我們就是一般的民間這種公司 我們也不是真正的防害客的這種 所以我們可能比較不太了解不太懂 那我相信經由這個數位發展部 給我們大家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一些意見 能讓我們所有國家的這些所有的電商 或者是說網路的購物 甚至說有些農會 他們現在也在網路上銷售 那你看他們那些阿姨或叔叔 可能比較不懂 但是我們現在背後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也希望大家能夠善盡 善用這方面的一個資源 因為畢竟 那個很少說公司會像我們這樣子 每年可以真的有專門的人 我們公司有專門的人 然後來處理這個東西 然後請專業的這個公司 在顧問這方面 費用真的是相當龐大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那個唐鳳部長 在擺盤當中 我本來真的以為他會派一個誰誰誰出來 機器分身 結果部長真的親自來 這一集我想讓大家都完全的了解 就是說其實數位發展部 他的工作其實真的相當的忙 非常的忙 之前要成立那個之前 我記得在去年吧 我覺得我看到有一些那個 例如說在野黨 例如說國民黨的民眾黨的 時代力量 那平平說 當時因為就是 大家不懂 他們比較當時擔心的 是說我們本來就是去阻擋 包含境外網工 境外的訊息公司 都是因應這種境外的攻擊 那他們當時是擔心說 我們會把這種因應攻擊的方法 轉到變成干預國內的像選舉 這些 那這當然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我們其實像您剛剛講的很好 就是雖然是灰色地帶 但是我們的工作 就跟國防的工作是非常像的 是的 那事實上也跟就是國防的朋友 包含在親自交換上面 非常的密切 那當然不可能說 國軍反過來去干預選舉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以抵禦外務 就是抵外境外的公司為主 那我想目前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在質詢那麼多個月之後 其實現在都了解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並不是有任何黨派的色彩 我們所有的司署長都是常任的事務官 完全是行政中立 但是在恪守行政中立的前提下 我們確實是要跟各界一起來聯訪 才能夠因應越來越多 而且一直有各種變化的境外的攻擊 部長最後一個小問題 我是剛剛過來想到 就是我們的數位身份證 就是幾年前 那時候我們本來說 要推動數位身份證 老實說我那時候是非常高興的 因為你現在看像我 我出門啊 我的這個口袋裡面呢 就有很多張卡 身份證、健保卡 什麼一大堆的 就放在身上 比較不好意思 我沒有用皮夾 都直接放 那後來就是因為很多的疑慮 我現在都只戴手機了 大家覺得說 卡都完全不戴 對啊 那這不也是一種數位個資嗎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再重新再來評估 這個數位身份證 因為我們如果能夠把健保卡 很多的這個東西 能夠整合在一起 我覺得對於現在的人來講 這才是方便啊 其實不管是虛擬健保卡 還是我們的行動自然評審 TW FIDO 這些如果你是只戴手機 它是手機上的APP 其實從某個角度來看 已經整合了 只是整合到你的手機裡面 那手機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上面的這種 資安相關的軟體 如果有偵測到一些問題的話 它可以隨時更新 所以除了就是情備份之外 常更新也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是晶片卡的話 那如果它的晶片被發現說 它的軟體啊 或者是在上面所運行的這些演算法 之後如果像量子電腦啊 等等出來要更新 那你要把每個人手上的晶片換掉 而這個就是比較大的工程 那手機更新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當然一方面 我們現在就是在推說 盡量去使用行動自然評鎮 使用健保快一通等等 這樣更新起來比較方便 那二方面您剛剛提到的 就是本來把自然評鎮 跟卡式身份證結合的這件事情 在當時其實中研院有個研討會 我有去嘛 那我也有支持是說 這個可能要等我們有一個獨立的 個資的專責機關 它來確保說 這個新的這樣子一個 就是不管叫數位身份證 還是叫什麼 如果不使用它的晶片功能的話 那它的這些 好像一直有10%的左右的朋友 有數位的方式 但它偏好零位的方式 不會說我們犧牲掉這些朋友的權益 那時候內政部在推出的時候 是用一個法規命令 它訂了一個辦法 說我們的公務服務在提供的時候 不能強迫你去用它的晶片功能 那就算只把它當作本來的塑膠卡用 也應該要有相當多的服務的 這種品質 但是民間的朋友是覺得說 這個應該要用一個專門的法律來規定 因為辦法的話很容易說 那下一次這個改一個辦法 一下子就變成好像只有數位可以用 就沒有達到這個包容吧 那所以一方面是說 要用一個專法來規定 不管是晶片的使用資料的蒐集 或者是說不用晶片的時候 也要能夠用到相同的服務 那以及說要一個獨立的個資專責機關 來看這樣子的一部法律 那所以這兩個前提條件滿足了 之後才能夠繼續討論下去 所以在明年就是獨立的個資專責機關成立前 我們現在就是在技術上面 去確保說想要就是用自然憑證的 或甚至想要整合到手機裡 用行動自然憑證的 現在就可以用了 但是全民的這種換法 因為牽涉到不想要用的人的權利跟義務 那這個可能就是要等法治比較齊備的時候 再來進行下一步的討論 其實部長你這樣一講 我其實忽然發現 我們已經不知不覺 就把這東西已經數位化 手機化了 像我自己本身手機裡面 我也有裝 像我們剛剛所說的自然憑證 然後什麼健保快通 也有啊 甚至我還有那個什麼 報關的那種一定位 都已經在這裡頭了 奇怪 大家就不會擔心什麼 各自外信 什麼被監控 因為主要是說 你如果已經使用手機 而且你已經有能力 如果你自己去就是App Store 去安裝的話 你已經有一定程度的 資訊的操作的能力 那當時民間朋友擔心的是說 如果大家都發這種晶片的數位身分證 那就是任何人就是老少都會收到 那有些他還沒有這樣子 資安的意識 或者他還沒有這些 資訊操作的能力 甚至他連手機都沒有用過 你一下就把這樣子一個 就是數位身分證交到他手上 那他會不會就 好比像說這個進出什麼 停車啊 換證啊 就交給別人啊 或者是他的密碼 會不會他就寫在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造成 額外的這個系統的破口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有一個獨立的個資訊者機關 然後呢有一個法律來定義說 那就算你沒有啟用晶片 我也說我不想用晶片 那你也能夠接取到相同的公共服務 這兩個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OK 那我非常謝謝唐部長 今天擺訪當中 來到我們的節目的現場 我們要知道 其實社會有在變化非常的快 現在跟十年前 我們如果去回想一下 我們的一些什麼 意識住行娛樂各方面 最近非常非常的多了 尤其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這是我們台灣真的確實面臨到中國 一個很大的一個威脅 例如說我們剛剛一直不斷提到 就馬祖的這個電信電纜被割斷 我告訴各位 這絕對有鬼 兩條線 主線跟背原線 同時都被割斷 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比中愛國獎券 我講愛國獎券 就普羅座的年紀 你中獎券 你看還來得難啊 對不對 所以我相信 我認為我們全民 都還是要有這種防衛 這種概念之外 也希望能夠我們要一起來監督 我們這個新的數位發展部 讓我們這個部門能夠發揮 更厲害更好的一些專長 以因應未來更大的一個變動的一個時代 最後再一次謝謝唐鳳堂部長 來到我們的現場 如果各位朋友對這一集 有什麼意見或看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覺得我們這個節目做得不錯 專門都是做人家不錯 很冷門的這個節目 也幫我們按個讚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布什漢